比亚迪 比亚迪真的最近 你知道吗 他新闻真的很多 我后来找了一下才发现 英国王室的坐车 这个消息其实之前蛮少见的 蛮少见的 结果你知道吗 这凯特王妃 英国王室的坐车在海外的 迎宾坐车也好啦 礼宾坐车 各位 就是比亚迪 对对对 就是比亚迪 好 当时候凯特王妃搭乘的是唐EV 其实这是2022年的事情 可是当时候 大家没有太关注到就是比亚迪 所以呢这个照片曝光之后 其实大家觉得蛮惊讶的 我觉得这个比亚迪圣之部 他这一波广告效果太大 其实他是出访海外 然后是巴哈马这边安排 就是说比亚迪的坐车 来迎接就是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 那个谁 巴哈马一定有问过 这个威廉王子 我准备什么车 什么车 而且保证非常舒适的 威廉王子听说做得很满意 很满意 很满意 你看 怎么现在才拿出来宣传呢 对啊 怎么会现在才拿出来宣传 这个已经就行了 我早知道的时候发现 你很了不起 因为我在看最近英国对于 因为现在呢 你知道英国很流行那种双层巴士 现在都要改电动的 然后呢比亚迪就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然后我就找了一下 其他的车没有做这么好啊 对啊 电动巴士目前全世界做的最好的 就是比亚迪 电动巴士最好的 因为欧洲车自己没在做嘛 做的都是有点阿萨布鲁里面 真的是啊 没有办法 这个CP值这么高嘛 因为你那个宾市 宾市很搞笑 有在做 但他只做负责底盘给人家做双层 他自己不做双层的 这个宾市汽车在台湾一样 他只卖底盘到台湾 然后上面你要架几层 你自己去台湾自己做 哦 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一次到位啦 你要找很多的厂商帮你 我觉得这个小声音不做 没想到现在变大声音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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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来看呢 你知道吗 英国汽车的一个数据 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 在英国市场 5月的销售量全面增长 其中比亚迪5月的销售量 比去年同期 就是去年5月跟今年5月 增加27倍 怎么有办法增加这么多 上汽长汎车汽车 2700% 27倍 全部都是一样的大增 5月注册量达到了596辆 虽然它还是少啦 可是意思就是说 倍数成长 对 在英国的中国大陆的汽车 数量是越来越多 英国本来也是个汽车制造大国 现在比较像Ross Royce 可能现在可能比较江河日下的 对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想知道 汪川福怎么看这个市场 比亚迪的董事长 比亚迪的CEO 大家都说中国的新能源车 不要说新能源车啦 整个中国的车市 车汽 其实都非常的卷 就是内部竞争很厉害 对 可是你看哦 比亚迪这样子说 他说 卷才是本质啊 不然你怎么拿到市场上 跟人家竞争呢 哎 船福兄 你口气真大 这是好的态度 这是好的态度 真的好的态度 因为你内部竞争的话 就是会产生最优秀的 去到海外做竞争 如果你内部保护 保到最后出去没有竞争 你不是更惨吗 而且它内部竞争 不只是品质竞争 价格竞争 设计竞争 风格竞争 哦 还有什么 原材料也在竞争 其实价格竞争是被 最被大家说 因为中国你看 新能源车这么多 然后一直出新车 而且越败越便宜 赚得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才说很卷嘛 赚得少是对消费者是好的啊 因为你公司获利的毛利越低的话 消费者价格越低啊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这个内卷会促使 中国的电动车产业 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力 对啊 难怪这个谁 特斯拉股价最近都不太好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比亚迪的卷呢 是经过华为的认证的 华为的这个常务董事 余晨东就说啊 全世界第一卷王就是比亚迪 不是华为啊 比亚迪有超低的成本 他们自己研发的刀片电池 它耐壮 然后一从原料 您刚刚说对了 原料成本就很低 到目前为止算是所向披靡 目前为止 那是华为认输的一个宣言 没有 华为认证 反正他们坐智能车 他不坐车了吧 因为他本来想坐车嘛 他跟苹果一样想坐车 看了一下比亚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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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其实比亚迪 很多人都会看 因为他们没办法 他们现在是指标 本来我是很希望说 是不是华为跟比亚迪 各取其长处能够合作 可是看两个好像以前 都不合到现在 不过能够互相赞美就不错了 对啊 而且又其实 今年的高考结束了 当然住所有的同学们 选到自己理想的学校之外呢 其实你知道吗 华为跟比亚迪 真的就是比如说 清华或北京大学 北大的学生首选的企业 真的啊 那很好啊 对 其实这样子 对比亚迪跟华为来说是好事 他可以找到 更优秀的 更优秀的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华为跟比亚迪呢 可以一直就是在业内 夭夭领先 只说不要被制裁的话 不过因为我们 我们倒回来算一下 大陆虽然今年每一年都 一千万多人去考这个高考 但大陆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程度 的人口比例还是比美国低 还是比美国低 当然美国是累计 因为他们 因为中国大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比如大概60岁以上的人 那个大学教育程度比重 它也比较低 然后美国这方面稍微比中国大陆高 那在年轻一代 已经没有这种情形了 所以这个还要从20岁退到30岁 退到40岁 我们慢慢来 对 一步一脚印 其实中国很特别 在这几年我们看来 很多发展虽然说比世界慢 但是中国速度很快 没错 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够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